一大早太阳公公难得露脸 台北看似迎来了好天气 不过西北太平洋上两个热带性D7 TD21 TD22正蠢蠢欲动 这个周末恐怕又得泡在雨里了 热带性D7 TD21目前处在关岛北方 并且会往日本一带移动 距离台湾比较远影响也不大 而TD22气象鼠表示 它有发展成中台的可能 甚至会发布陆上及海上台风警报 预估明天就会发展成台风 影响我们风雨最为明显的时间点 会提前到9月30至10月2号 那整个台风脱离要等到10月3号以后 周五受冬被风影响水气偏多 北部东北部东部还是会有局部性短暂震雨 中南部山区则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至于周末之后的天气 就是由TD22来主宰了 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雨势会更为明显 各地都有降雨的机会 特别在北部宜兰花莲 还有可能出现局限的大雨 那这个东部海海北上的时候 对我们的天气影响就比较大 除了北部东半部地区中部地区呢 雨势也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 而到底谁会抢先夺得燕子台风的名称 就得看TD21 TD22发展成台风的先后顺序 另一个则会取名为山陀儿 欢迎新闻张祥与楼北谣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成台风的先后顺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成台风的先后顺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成台风的先后顺序